小二 带客人去客房 那老板依旧没有抬头 这时候从楼上跑下来一个人影 一伸手 是一蓝湛他们跟着他上楼去 二位公子 请好生歇息 老身就在隔壁 有什么需要 可以喊我们 魏英和蓝湛向老婆婆行了礼 便进了房间 蓝湛 你是不是发现 魏英刚关好门 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蓝湛到床边坐下 有古怪 蓝湛的脸色倒是风平浪静 对啊 这儿看似繁华 实则 每个人行动都很奇怪 好像是每个人都像是傀儡一样 在做着已经设定好的事 说到这儿 魏英都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是的 他们像是背下了咒一样 就好像有人已经写好了剧本 他们只需要照着去演便可 蓝湛将毕沉放在一旁 你怀疑是那老大娘吗 难道咱们碰到她 是事先安排好的 或者已经有人知道了我们的行踪 那我们还要不要去他们村子 万一那有陷阱怎么办 魏英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其实她心里更是兴奋 突然要和蓝湛一起并肩作战的兴奋 去 我想知道幕后之人究竟是谁 我会护着你 别害怕 蓝湛知道线下暂时没有危险 难得地独处时光 她突然将魏英揽入怀中 我又不是女子 干嘛还要你的保护啊 魏英嘴上这么说 但是蓝湛那好闻的气息 喷在她脸上 她心里也是痒痒的 不是女子 是我的心上人 是我的命 蓝湛 只有一张床 魏英想起来 前几日在云深不知处 自己惨痛的遭遇 心里有点发怒 我不会做什么的 你把衣服脱掉我看看 蓝湛还在担心魏英的伤 她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伤药 另一只手去拉魏英的胳膊 这走了一日 也不知道伤口有没有恶化 我没事了 我不疼 魏英吓得一下子 从床上蹦了起来 谁让自己这具身体 这么禁不住事 这好几日了 那处还是隐隐作痛 白日里还有那老婆婆和她女儿 她也不便同蓝湛说 魏英 蓝湛叹了口气 给她施了定身皱 魏英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跌落在蓝湛的怀里 你放心 我只给你上药 蓝湛慢慢地将魏英放在床榻上 然后一件一件地剥开魏英的衣服 她冰冷地指尖划过魏英的肌肤时 她忍不住呻吟了一声 蓝湛没有理会 直接让魏英变成了浑身光溜溜的模样 蓝湛 不过是上个药 你干嘛把我弄成这样 魏英修得全身都变成了粉红色 方便 蓝湛把魏英翻了个个儿 让她趴在床上 万一会儿有人进来怎么办 魏英现在这个姿势 让她觉得很是难为情 不会的 我在房间外设了结界 有人来 我会感应到的 蓝湛小心翼地扒开那伤处 生怕再把魏英弄伤 还有些红肿 再过两日就好了 蓝湛看了看 他了口气 自己那日真的是喝醉了 竟然把魏英伤成这样 蓝湛 你要上药就快点 魏英看不到 他只觉得自己脸上都要着火了 好 二位公子 要不要吃点什么 这时候 那店小二又敲门 蓝湛蓝湛 快给我穿上衣服 魏英一听有人来了 他又动不了 蓝湛一下拉过被子 盖在魏英身上 然后替他解开了定身皱 魏英一下子解除了禁锢 翻身把被子裹在自己身上 生怕被外面的人看到了 蓝湛只拉开一点点门 他也不想让那店小二 看到里面衣衫不整的魏英 蓝湛很是奇怪 自己明明设了结界 为何有人靠近 却没有被结界阻拦呢 难道这店小二就根本不是人 那店小二依旧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 客官 饭点了 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蓝湛注意到 那店小二明明在笑 眼神里却没有一点点笑意 我们要两碗面就好了 蓝湛觉得 此处的食物还是少碰为妙 好嘞 客官稍等 我们一会儿就送饭上来 魏英 晚上 我们得提高警惕了 您好好休息 我来守着 蓝湛关上门 发现魏英已经将衣服穿戴好了 咱俩轮流吧 我觉得隔壁那婆婆就很奇怪 还有那姑娘 明明是得了失心风一般 行为却和镇上的人一样 魏英也注意到了 在一切没弄清楚之前 她也不想妄自猜测 如果是真的 那失去孩子的阿娟是多凄惨 但如果阿娟是被操控的 他们一定要把幕后指使的人救出来 不 你休息 蓝湛一直担心魏英的身体 恐怕过几日会有一场恶战 真的是不应该把魏英卷进来 我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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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来 我好 我好 感谢观看